26号 27号 数百名来自纽约石坦顿岛的居民 来到纽约市长亚当斯官邸外 高举未经审查的移民让我们处于危险中的标语 抗议政府在石坦顿岛上设立临时收容所 据了解 该收容所可容纳2000名移民 27号集会现场也有移民支持者高喊反对白人至上的口号 双方人员随后爆发冲突 互相挥拳相向 多人被捕 据报道 仅8月份的第一周就有近3000名非法移民进入纽约市 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 自去年春季以来 截至8月中旬已有超过10万名移民抵达纽约 亚当斯称 他曾公开向联邦政府喊话 如果联邦政府不提供大量财政支援 纽约市的移民问题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 面对移民危机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指责 并利用移民持续上演政治斗争 由共和党人主导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方政府 出于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满 不断将非法入境的移民转运至由民主党人主导的州和城市 德州曾将上百名非法移民运送至首都华盛顿 并将其中一部分直接送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官邸附近 民主共和两党的争斗 让背景离乡的移民夹在中间 成为美国政治纷争的一枚棋子 我们下期见